经济犯罪可不远,其实就在你身边,如今屡见不见的许多诈骗方式都属于经济犯罪范畴,打起精神,下面这些防范小提示,早看早知道,识别非法集资,远离套路陷阱,收益丰厚,条件诱人,机会难得,名额有限都可能是忽悠,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,头一次就血本无归。 警惕传销陷阱,切勿上当受骗,传销的表现形式主要有,编造包袱神话,骗取入门费,洗脑,拉人头反例,发现这些,立即报警。 妥善保管酸卡,提高法律意识,不要随意出租,出售,出借自己的银行卡,右盾,手机卡等,不要轻信银行冲场跑分等所谓的网络兼职。 利用保险诈骗,终究骇人害己。 谎暴伪造不可取,隐瞒虚构别侥幸,主动提升风险意识,自觉抵制和防范保险诈骗行为。 守法合规经营,公平公正竞争。 企业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,从源头防范行贿受贿风险,作风清廉,光明经营。 经济犯罪有迹可循,有法可防,公安机关也将继续加强经济犯罪打击防范工作,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。